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1642集 诸位 此人来历不明 在商议大事之前本座邀请诸位同僚 一同出手将此人勤纳 先问清来历 验明正身 阁下是谁啊 秦辰冷眼看着他 屈高临下 好像是一尊君王在看麾下的臣子 连本座都不认识 也网称你是广跃天的人 张开你的耳朵好好听着 本座天龙真君 龙王道副导主 他身穿土黄色的长袍 霸道强者冷冷的 眼神环射四周 诸位 此人在我广跃天同盟大会上霸道嚣张 死无忌惮 连伤数人 这是我广跃天举行同盟大会以来 从来没有有过的七尺大辱 偏偏此人来历诡异 在这种时候破坏大会 定人别有用心 诸位一起联手 将其擒拿 严刑拷问 问出真相 一时激起千层了 所有的高手都看向了秦辰 不过没有人立刻出手 一些功力奢厚 修行数万年 乃至更长的圣经高手都在传递神秘 诶 这个人的确是实力太变态了 乃丽诡异 连拜几大高手 不像寻常人 难道有什么身份 现在怎么办 此人说的的确有一些道理 但是天龙真君所说的也并非是公穴来风 如此高手为何会甘愿来广城宫担任一个客卿 的确有些诡异 我在冬天界从来没听说过这么一号人物 的确诡异啊 而且我广月天被这么一尊外人强势的镇压 如果传递出去 名声恐怕大跌 在冬天界要颜面尽失的 哎 要不先将此人镇压下来 再细细定夺怎么样 嗯 有道理 先拿下的 看看情况再说 至少不能让我广月天颜面尽失了 不过和要命府合作我看也很不靠谱 如果此人没有敌意我广月天有这么一尊高手也算姓氏 我等一会儿全部出手 任此人再强也无法翻天 但是就怕这些人不愿意动手啊 广城公主肯定不会动手的 而且死神宗的宗主到现在还没发话呢 可也不像是他的性格啊 嗯 也是 一旦死神宗主和广城公的人站在那个立场上 我广月天恐怕瞬间就会被分裂成两派 而且我们都是一代圣主 联手对付一个人实在太丢量了 就算是成功镇压住此人传出去也没什么好命声 而且诸位看见了没有啊 此人似乎是有恃无恐啊 到目前为止 他还没有暴露出真正的底牌呢 我看就算是我等一起出手 恐怕我广月天血流成河了 对方还未必有事呢 嗯 我看还是从长级 不要落入了龙王岛主的阴谋中 秦晨傲力虚空 催动了命运之处 无数的神念都被他清晰地窥探到了 顿时目光闪烁 看向了四周 那眼瞳深邃 仿佛是能看穿一切人心 广月天的诸多高手感受到了那目光 心中强烈的战意和自信 不由得更加的激大 龙王岛副岛主天龙真君 实在是可笑啊 堂堂副岛主 真要有能耐就和老夫单打独斗 居然想要联合广月天其他势力一同动手 实在是让人笑掉大牙呀 秦晨冷冷一笑 我看你这个所谓的副岛主 是想利用广月天诸多英雄好汉的手 来针对老夫 让老夫杀个血流成河 你好坐收渔翁之力 为要灭府统治广月天 扫清障碍 秦晨冷哼一声 身躯一动 对时如同山月涌动 浩荡神威 他逼向了天龙真君 冷冷笑道 天龙真君 有宠 你就第一个动手看看 只要你敢动手 老夫必杀 你信不信 不信的话 你就试一试 以身作则 做第一个死在老夫身上的冤魂怎么样 秦晨语气锋芒 滚滚如同天道法则 威逼向了天龙真君 这天龙真君脸色阴晴不定 一片白 一片青 似乎想出手 但是却又不敢出手 一尊天圣中奇的强者 居然是完全被秦晨的气息所舍 与此同时 秦晨的手上再次多了一杆雷电长枪 随时都要投掷出去 这杆雷电长枪的光影上面 充满了裁决的味道 仿佛指掌天道刑罚的神君 并且 他的身形无比的庞大 和天道融合在了一起 真是巍峨霸道 无可匹敌 这是以命运之术模拟出来的 但是却是和真正的天道裁决威力极其的相似 因为其中融入了秦晨吸收的一丝至高神雷的气息 足可以一架乱真了 雷霆裁决气息的震慑之下 居然真的没有一个圣主敢是贸然动手的 就在天龙真君按捺不住要动手之时 天雷裁决之力 龙王岛主目光一凝 眼神中爆射出来了立马 阻止了天龙真君动手 一步从宝座上面走了下来 因为他很清楚 天龙真君绝对不会是秦晨的对手 哼 阁下好狂妄的口气 朕以为我广月天没人能拿得下你了吗 如此恐吓我广月天圣主 好大的胆子 阁下说谁先动手 就要不惜把谁杀死 本座倒要看看 你到底有什么本事 本座现在就要先动手镇压你 你能够把我杀死吗 龙王岛主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秦晨 发出了一股股真龙钢气 无影无形居然开始化解秦晨的气息 使得诸位圣主目光都看向了你 天龙真君 红月成主 风回宗等人也都是跃跃于是 只要是龙王岛主能够镇压得住秦晨 他们立刻就要带领诸多高手直接将秦晨给抹杀掉 因为秦晨太过嚣张了 简直不将他们都放在眼里 虚空主就看到了龙王岛主一步步地向着秦晨 他头顶上的神光之中 一条远古的真龙在苏醒 不断显现出了一尊尊真龙的虚影 每一尊真龙的形态都各个不同 徐徐如生 如同是远古龙族降临世间毁灭一切 而这些真龙虚影随着龙王岛主的走动 不断地融合在了一起 最终 无数的不同意境 真龙虚影凝聚在了一起 汇聚成了一尊无上的巍峨真龙虚影 仿佛是真龙之王一样 这位是一招绝世神通酝酿的时候 龙王岛主的气息节节攀升 足足相当于几位中期圣主联合 龙王岛的顶级神通 真龙之王居然被龙王岛领悟出来了 许多圣主见到龙王岛主酝酿这一招异象的时候 都是震惊了起来 这一招的修炼程度 比雪月降世要更加难以练成 不知道多少神通 结合龙王岛主体内的真龙血脉 激荡到了一定程度融合起来 才能够组成这一招 死神宗宗主的目光也是一宁 露出了宁众之色 广城公主也是目露骇人 公主大人 许熊变色向着广城公主看去 这一招之下 她体内的圣缘被死死地压制 有一种动她不得的感觉 可见秦晨面临这一招的时候压力之大 她担心秦晨抵挡不了这一招 除非是广城公主出手 替秦晨解压 不能动手 广城公主脸色难看 如果我们动手 那算是破坏了规矩 红月城主 天龙真君等人 也会一起出手 甚至我广月天其他势力的圣主们 都会站在龙王岛这一边 回京之计 只能看吴道兄 只要她能扛住 龙王岛主的攻击不死 一切就还有转换的余地 广城公主也感觉到了 事情的严重性 畅上 许许多多的圣主 都是神色紧张 这一招真龙之王的神童 应该是龙王岛 最近修炼成功的 本该是她的杀手剪的 想不到现在直接暴露出来 看来这广城公的克卿 真是惹怒龙王岛主了 可惜 此人实力就算是再强 恐怕也难以抵挡真龙之王 要暴露是真正的底牌 一旦彻底抵挡不住的话 红月城主等人 也一定会贸然出手 其他人也会被龙王岛主所鼓动 死人之前凝聚出来的形象 将会彻底的破灭 不少人暗中交代 而红月城楚等人 更是流露出了冷芒 彼此交流 诸位 只要那家伙一露出落败的迹象 我等就一同出手 联手将其阵阳 阵杀 啊 我广月天的威严不容泄夺 三大势力的高手 都是默默地开始酝酿 秦晨却是依旧战力当场 闻思不动 冷冷地看着这龙王岛岛主 酝酿催动真龙之王的大杀招 冷静气质无比 似乎根本就当对方不存在一般 阁下倒是够冷静的 不过我这一招 真龙之王 即我远古真龙之威 激发真正的龙血脉 哼 真正的能够召唤出来远古真龙的 你根本无法抵挡 龙王岛主 幻步走上前来 靠近秦晨的时候 突然停止了脚步 力量向内一收缩 立刻整片天地都轰轰隆隆的 身上的衣袍烈烈坐下 轰隆的一声 秦晨周身在这虚空之中 都被这一股真龙之气给笼罩着 虚空像是凝固了水晶一般 变得无比的坚韧 所有所在于这片空间之人 都被禁锢在里面 秦晨本身就掌握了空间神 但是在这真龙之气下 空间力量仿佛不受到控制一般 可见这一招是何等的刻吧 如果是普通的一尊圣主 不需要龙王岛岛主亲自动手 光是这恐怖的空间压迫 就足以将这圣主人物 直接给碾成肉泥 无法恢复过来 可见龙王岛主这一招真龙之王有多么的凶 终于 龙王岛主出手 一掌拍出 本身形体消失了 好像是化作了真龙飞天 傲笑九条 天地间无数的真灵虚影浮现了出来 代表的是远古真龙的种种神通 各自咆哮无动 对准金尘打出了不知道多少神通 法则凝聚 神通汇流 最终汇聚而成了一条真龙之气的长河 完全把金尘卷在了几种 这么多的神通 远古真龙虚影 这一招真龙之主 果然是无敌于天下呀 那无道圣主就算是能够抵挡得住 恐怕也要重伤啊 因为如此的攻击 就算是一尊中旗圣主 也万万难以抵挡 体内的本员之力都会被红爆的 直接崩溃啊 许多人都露出了精录 诶 注意了 只要是此人一下显现出颓势来 我们就要出手击杀啊 峰会宗主 你阻止住广城公主 红月城主 你抵挡住 有可能出手的死身宗主 这一次同盟大会 不要出现任何的变数 天龙真君 目光深沉 对着三大势力的顶级高手 齐胜了 如此之多的神通 远古真龙果然非同凡响 此人的实力 已经无限逼近中期巅峰圣主 这招打出来 恐怕就是真正的中期巅峰圣主之力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